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斯克 还真的就是马斯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马斯克监管着至少十几家公司 现在他监管或者是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公司的市值 已经超过万亿美元 马斯克整个的商业版图不仅仅是包括火箭飞船 人型机器人 快速交通超级环路 电车等等 包括现在直入人脑的这样的人机界面等等 都是马斯克在研究的范围 大到国防承包商 比如说SpaceX不仅仅是有数十亿美元的太空任务政府合同 还有超过一亿美元的导弹跟踪卫星军事合同 而Starlink公司所组成的四千个卫星网络 现在是向乌克兰提供五角大陆在资助的服务 现在同时还有星顿等等等等 可以说是上到宇宙小到我们大脑里面可能会植入的相关的芯片 都与马斯克有关 不仅仅是互联网电网交通系统外太空轨道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还有能源供应等等等等 说到这些实际的东西 我们还想到马斯克现在对于我们整个言论空间有巨大的话语权 特别是自从他接掌了推特之后所引起的种种争议 这样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年轻的男子 有的时候却表现得像是个孩子 这个话还不是我们随便给的评判 而是马斯克的律师 在今年早些时候跟推特有关的这样的一起诉讼案件中 反复说他的客户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孩子 媒体对他的评价也是如此 比如独立报在评价现在推特有马斯克掌管之后所出现的改变 说把推特卖给马斯克就像把一把上了糖的枪交给了一个还没有学会怎么走路的孩子 马斯克到底是谁 我们外界听到有关他很多的争议 有人给马斯克一个评价叫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这个评价最早出自谁之口呢 就是与马斯克离了婚又结婚结了婚又离婚的一任前任的妻子 他形容马斯克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人性的光芒 你看不到他对于这个世界的通透以及对于人性的终极关怀 有的时候脾气暴躁 同时对于手下人和身边人的冷酷无情 这一种叛变又显得是一个魔鬼 最近我特别读到了一本书 这是沃尔特艾萨克森所专写的一本有关于马斯克的新的传记 在这一本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马斯克本身的成长的经历 对他建立商业帝国的各种各样的曲折往事 同时也对我们了解马斯克有更好的帮助 因此今天在《思想先驱报》这个环节中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艾萨克森所撰写的马斯克的一书 最重要的一些内容 其中可能涉及到马斯克童年成长 以及他从业经过的更多的内容 在这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对于马斯克有这样的一段评价 叫做有的时候伟大的创新者就是爱好风险的男孩子 还有后半句他们拒绝接受如何如厕的训练 他们可能是让人讨厌的 可能是十分鲁莽的 甚至有的时候是疯狂 甚至是有毒的 他们疯狂到自己可以改变世界 而在这一本传记的最后 作者还说 说对于一个现在只有52岁的人来说 地球上没有掌管核武器的人中 没有人比马斯克再有更多的权利了 言外之意 除了美国总统掌握着核武按钮 世界各国元首 可能在发起世界战争上 比马斯克有更大的话语权 其他我们所生活的大大小小各个领域 恐怕马斯克的话语权都是十分大的 但是如果真的像外界对他的性格评价一样 一个没有接受过如厕训练 甚至还没有学会怎么走路的男孩子 掌控了这么大的权力 是不是也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心骄傲 在我们介绍这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之前我先请何明先生讲一讲 你对马斯克是一个怎样的印象 我到最近为止没有看过马斯克的传记 我最开始的了解甚至还不是马斯克 而是这个特斯拉 我觉得奇怪 谁的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用特斯拉的名字来命名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是后面了解他 那他能够用特斯拉这个名字来命名 他的这个公司或者是公司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人确实可能是比较非凡的 后来果然他在很多方面的这个想象力 是一个超级天才 这样一个超级天才能够成为世界首富 我觉得当主无愧 当主无愧 因为我们这些年见了太多的这种科学的创造者 有的人是我也是非常的钦佩 比如说比尔盖茨 他的读书 他的思考 他对人道的关华 哪怕是有一些事情 后来发现 比如说他跟美国的政商界的某一些问题 但是那些事情我都觉得 有一点像书生 莫名其妙有时候被利用了 或者是自己不小心迷失了一样的 但是整体来讲 比尔盖茨是一个非常正判的 非常正面的 非常好学的 又非常的谦卑的 这么一个了不起的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企业家之一 而剩下有很多 当然也是有各种层次的企业家 但是总是有一点被公关媒体所出色的这种形象 但是马斯克这样 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公关大师也没办法跟他化妆 是因为他有上的表现就是非常直接的 像在纽约时报这次论证上的表现 那一个基本上有正常行为的美国人都不会那么傻的 但是他就居然那么粗暴 所以他的这种粗暴 他这种内心的冲突 他个人的这个冲突 到底是什么根源 那大家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你刚才讲的这本书 也就是这个里面相当严肃的一个探讨 那我们就先从马斯克的人生早期开始 马斯克实际上在学校里的时候 可以说并不很受同学的喜欢 那我们知道马斯克本身患有阿斯伯格症 有之他在与别人进行情感的交流 或者是叫正常沟通的时候有很多的障碍 所以在学校里面实际上 他经常受到同班同学的侮辱 并且经常被打 那么他本身的家庭也是充满了波折这样一个家庭 在他10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了 当时因为各种各样机缘巧合的原因 他和自己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但是随后的种种记录显示 他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从个人的人格 以及教育孩子的方式都非常有问题的人 那比如说他的父亲 不仅仅是经常对于马斯克进行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羞辱 同时也带有非常强烈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比如他说如果南非没有白人的话 那黑人还在树上爬 就会直接说出这样的话 本身的这个道德上也可以说是非常不符合社会伦理的 比如他和自己的两个妓女 同时生育有孩子等等 那么马斯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 可以说既有他非常孤独痛苦的一面 但是同时那我们知道马斯克长大的南非是种族格力的南非 作为一个白人他又与当时南非社会很多真正意义上的痛苦是有距离的 就是这样一种既是特权又是既人篱下又是很痛苦受委屈的这样的一种压抑和扭曲 似乎是形成了某一种矛盾 作为一个在南非长大的白人的孩子 他既有很多性格中由特权而产生的乖章的一面 同时他也知道痛苦 用传记作者的话说他也知道如何在痛苦中生存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小马斯克就对外面的世界或者是一个与自己真实的社会脱离的这样的一个虚幻的世界 逃避的一种方式 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那么在书中的介绍啊 马斯克从小就喜欢电子游戏 特别喜欢龙语地下城啊 银河系漫游指南啊 这些描述跟外太空啊 跟神奇世界跟鬼怪有关的这一些动画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游戏 那么马斯克即使在今天仍然对于太空 对于人类生存现有空间以外的这个认知啊 有很大的兴趣 他说呀 说我从小在看这些书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就想到 说我们需要扩大意识的范围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提出有关于答案的问题 更好的掌握 有关于宇宙到底是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这呢可能是马斯克一生他种种行为的一个基本的 我们叫做背景色或者是基调 那我们再说啊这本书的作者艾萨克森 艾萨克森可以说是现在还在世的最重要的传记作家之一 他之前曾经为乔布斯写传 他对科技非常感兴趣 他也对爱因斯坦写传 给达芬奇写传 以及对弗兰克林写传 所以他说就是说他从他的角度了解世界巨教世界科学名人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在这样的一些与爱因斯坦弗兰克林以及乔布斯这样的商界和科界名人相比的时候 马斯克到底展现了怎样的特点呢 用艾萨克森的话说那一些疯狂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也许真的就改变了世界 就是有这样一种既有机缘巧合又有疯狂性格所导致的一种野心和能力相结合的马斯克 我们先说马斯克的人生经历啊 他呢最开始是在比勒托利亚大学上学 但是啊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 当时还有只有十七岁的一个马斯克还没有成成年 他呢就离开了南非去了加拿大 实际上他受的大学教育是在安大略的女王大学啊读书 但是呢读书时间也不长 他是在安大略女王大学读了两年书之后就转学了 转学转到什么地方了 就转学到美国的宾大啊 他在宾大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呢 诶和我还是半个同行 他有一个专业是经济学 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叫做物理学 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呢 叫做太阳能的重要性 不知道他对于新能源的兴趣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而从宾大毕业的马斯克随后呢又在硅谷实习 在硅谷实习的时候还报考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 并且被斯坦福大学的材料科学系给录取了 但是他一直就没有去上学 当时正好是九十年代 那我们知道九十年代的硅谷 整个的互联网创业的气氛非常的浓厚 因此马斯克也加入了互联网创业的浪潮 最开始呢 他和他的弟弟啊 还有他的这个身边的几个小兄弟 用他父母的钱 创办了一家公司叫做Zip2 这一家公司是什么公司呢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在线黄业公司 就是向报纸出售广告版面的这个服务 那这个行业何明先生你应该是非常了解啊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马云也是差不多嘛 对对对 那么在1999年当时是整个的这个网络热潮啊 十分的实兴 马斯克呢 当时是以三亿美元的价格 把自己这个初创的公司叫做Zip2呢 是拍卖给了当时的康博公司 可以说是挣得了自己的第一本金 那么挣得了这一笔钱之后呢 马斯克又进行了他第二次创业 哎他这一次创业什么呢 其实也跟马云差不多 要搞在线金融 他创造的这一家公司啊 叫做X 就是现在推特的这个名字 而在2000年的时候 他创办的这一家网上银行公司X 又被著名的彼得蒂尔 硅谷著名的投资人合并了 那彼得蒂尔自己的公司 Contranity和X就合并了 而这个新公司的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PayPal 就是支付宝 还真的跟这个马云有一点相像啊 而在2002年的时候 当时的eBay 而且都是马 都是马 在2002年的时候 eBay是以15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PayPal 那这呢可以说是整个 马斯克财富起家的顶点 因此我们说 不管是在线黄业公司 还是这个在线支付啊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 马斯克还是架着整个 硅谷互联网创业的浪潮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我们是看到他商业的成功 但是还不知道他到底对于整个世界有多大的想象力 而接下来的这一次创业就非常的不同 马斯克用这15亿美元就创办了一家公司 现在我们已经都听说过了 叫做SpaceX 在创办了SpaceX这样的一家公司之后呢 两年之后 他又向特斯拉投资了650万美元 成为了特斯拉的最大股东和董事长 因此有人可能想到 特斯拉是马斯克创办的 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 特斯拉呢 当时是一家电动汽车公司 但是啊 当时是受到了很大的财务困难 马斯克呢 实际上是以资金入主这样的一个方式 成为了特斯拉的实际控制人 那么这些故事啊 可以说是马斯克早期积累财富的经历 但是要说到马斯克的争议啊 我们还要说他收购推特开始在二零二二年十月的时候 当时马斯克是以四百四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推特 而根据埃萨克森啊 在这一本书中介绍 大家当时都认为四百四十亿买这么个东西 你是不是太亏了 现在看来也的确是买的有点亏啊 而收购推特之后 马斯克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引起了非常多的非议 比如埃萨克森在书中就介绍 在收购了推特之后 很快马斯克和他的几个副手就开始梳理员工内部通信 还有员工他们社交媒体上所发贴的各种各样的资料 寻找谁对自己不忠诚 马斯克找自己的几个小马仔啊 在这个推特的slack存档中搜索一龙啊 搜索一些关键词 看一看谁偷偷在自己公司内部的这样一个沟通中啊 对于马斯克有不敬 最后啊是解雇了数十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对于马斯克进行嘲讽的员工 而这一些啊 马斯克的小打手在推特内部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名字 叫做火枪手 可能就是我们叫做保安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如果说这个叫做对于啊 这个员工报复心非常重 引起了大家对于马斯克人品的很大怀疑 有的时候大家对于马斯克到底对技术懂不懂 也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那比如说在他收购推特之后不久的这个冬天呢 马斯克就对于在萨拉门托的一个数据设施进行了突袭 说哎把这里面的这个推特的数据中心 我们全部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了 要削减成本 但是当时啊推特负责硬件基础设施的相关的专家就告诉他 说啊我们进行这样的服务器和数据的转移 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确保安全无障碍 马斯克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啊 简直就是拿着钱不干活 怎么能几个月的时间呢 一怒之下 当天晚上马斯克就召集了自己的几个小妈仔 雇了几个奔运车 在平安夜当天就把这一些服务器运走了 说拔电源就拔电源 结果啊最后果如推特安全团队所警告他的 当时啊平安夜推特是出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大中断 后来马斯克自己也承认 没有遇到到这样的结果导致服务中断啊 那么听了马斯克这样的商业从业故事 我也想请何明先生看一下 你觉得马斯克他的商业成功是不是幸运还是能力 他本人性格中所展现出的这一种缺陷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怎样对马斯克进行一个比较综合的评价 成功的人物你当然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 无论是他的幸运还是聪明 贵人机遇 我认为所有的因素都会成为他成功的原因 而失败者是任何一个因素都会成为他失败的这个因素 很难完全的确定 尤其像他这种超级的成功者 要扶持就更加艰难 我们实际上在谈这些事情都有一点点八卦的味道 哪怕是这个专家作者像余年所讲 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但是都越厉害的角色 他的主观色彩就越重 他就可能未必能够真实的反应 马斯克真正的先进 马斯克真正的历程 马斯克真正的经历的各种各种处置的过程 因为结果已经把他这个地方 他已经超级成功了 已经留下了很多的荒谬的印记 让大家精精乐道 但是真实的马斯克到底是怎么样呢 有时候你还得直接去听马斯克 他自己怎么表白的 而且还不能只听一次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马斯克在各个场合的言论 真的是体现了他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样的一个性格 我们说魔鬼这一面 我们大家多少都有所耳闻 我们之前在华尔街论坛中也为他介绍 在纽约时报Deal Book 这样的一个商业峰会上 直接是口骂脏话 让人觉得整个的表现 是不是之前喝高了 或者是吃药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有的时候就更过分了 比如曾经和马斯克 共同育有一子的音乐人 格莱姆斯就曾经回忆到 说他刚刚生下马斯克的这个小孩的时候 那么整个就是一个运气的妇女 躺在这里一冠不整 马斯克直接把他分娩时候的照片拍下来了 直接就和自己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分享 甚至包括马斯克的这个兄弟和父亲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感觉到 完全是对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没有一个基本的感受 那么当时格莱姆斯也是非常的生气 赶快让马斯克删掉照片 而当时马斯克呢 则表现的是非常的迷茫 就是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这样的生气 我拍下你分娩的照片 分享给我男性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也看到马斯克有的时候 的确是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 基本的礼仪和分寸是缺乏一个了解 当然在这本书中也曾经记述到 他身边的人看到马斯克在2016年 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父亲仍然会手在抖 这一种恐惧 对于自己童年时候伤害这一种记忆游身的情形 让人觉得他又有一种人类本真的这样一种人性的表现 那么我们说了他魔鬼的一面 再说让人觉得他智慧的一面 近期马斯克在接受 Lex Freeman这样一个播客节目主持人采访的时候 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 对于中国的工业进程 对于他对于推特的未来 以及他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可以说都提出了一些相当让人觉得有观察的一些想法 比如他就提到说到中国之后 为中国现在整个工业生产的效率而感到非常的吃惊 说中国既有非常多的聪明人 而这些聪明人又是十分努力的 他特别讲到现在整个在中国生产的高效 让他觉得十分的惊讶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比 也提到了中国工厂的工业化的水平 特别是对于机器化 以及流程化的水平 让他认为中国的工业生产有巨大的潜能 而在提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他也是引经据点 讲到了很多历史上两国大国之争 这样的规律和变化 让人觉得他的确是对于这些问题有思考的一个人 而说到马斯克的政治主张 其实比较的复杂 或者说我们很难给他进行简单的归类 现在尽管是很多自由派的这些人士 对于马斯克接管推特之后的种种表现非常的不满 而马斯克自己也经常批评说这些只顾政治正确的民主党人 是他最厌恶的人等等等等 马斯克自己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宣扬一些极右翼的阴谋论等等 但是在书中当作者真正与他对话的时候 马斯克所呈现的思考似乎又更近了一层 比如他一再说说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共和党的粉丝 甚至直接说我认为前总统川普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 认为他是一个骗子 我对他有深深的蔑视 并且也说认为前总统川普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一个人 似乎又体现他的确对这个问题是有所思考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自己明确说我并不是拜登的支持者 他说呀说如果是在二零二零年投票的时候 我呢可能会把票投给拜登 但是这一次就不一定了 他当时呢其实也并没有投票 因为我的因为马斯克的选票是注册在加州 他就说如果我去投票的话 反正我又改变不了加州 因此呢也对于整个结果起不到什么作用 而他对拜登的印象也非常的有趣 据马斯克向埃萨克森回忆啊 说还是在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 当时在旧金山的时候啊 我有一次机会和拜登时任副总统共进午餐 而当时啊拜登是叙叙叨叨的讲了一个多小时 简直是无聊透顶 在形容拜登的性格的时候 他说啊说拜登当时就像一个玩偶一样 你拉绳子一下 他就会一遍又一遍的说着那几句不过脑子的话 那我们就看啊 他既不是民主党的崇拜者 也不是共和党的崇拜者 他的这个政治官谱啊就比较的奇怪 而他在批评前任总统和现任总统的时候呢 有毫不留情也体现了他本人性格的一些特点 当然了与他的政治观点相比 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马斯克对于未来的商业的看法 这一点啊也在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马斯克其实在开始涉足AI的时候就曾经提出三个目标 认为AI未来一段时间要完成的三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是什么 第一是能够自动编写代码就是把很多我们叫做信息工程的基础设施 这一部分完全解决 第二就是经过训练可以保持政治中立 真正让媒体和话语空间形成某一种去意识形态化 并且由AI来实现 第三呢就是AI能够具有某一些推理和追求真相的功能 就是对于AI的事实查证也是十分重要的 而马斯克认为一旦可以进行编程可以参与创造 可以聊天进行政治中立的表述 可以推理并且追求真相 那么AI就可以让我们放心的交给他一些重大的任务 比如制造未来一代的武器 制造未来的火箭发射机等等等等 那么关于马斯克对于AI未来的这个看法 的确是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何明先生与你对AI的构想是不是相符 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吧 我也没有想到他对这个事情的这种 就是说他马斯克他是一个 某一些方面你说他幼稚或者是不是人家烟火唐突吧 并不一定是他扭曲性格的一个表现 而很有可能他在人生中间 他就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 他没有体验过这些问题 他没有对这个事情有真正的风寸感 他更多的事情就是他在思考他的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他才会有真正的超越的这个想象 你比较他讲的这个媒体的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年也是有很多的困惑 有很多的很多人都在努力 很多努力是比如说建立一个什么 纽约时报早些十几年二十年前出了很大的丑闻 有一个记者写的多数虚假的报道 纽约时报还一直跟他登出来 后来开出这个记者之后 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边外的边省人物 后来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 我们就看到有什么专业审查啊事实审查啊 我对这些事实的审查 讲老实话我基本上都没什么兴趣 因为我觉得不仅是这些人本身是带有很深的偏见 而且这种方式太笨了 我一直在追究和相信就是说 只有真正的最大化的提供这个数据作为基础的分析 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更符合事实的这种数据结果 当这种结果呈现出来之后 再告诉大家的东西 那才是真正超越了所有的人的一个事实的一个基础 这些东西的思考也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在想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今天才知道马斯克在这样的一种思考 他实际上也是借助这个数据的力量 才能真正超越现实的 比如说财团啊 比如说政治啊 比如说宗教啊 或者是各样的这个偏见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陷入到所谓的极左和极右的这种宣误中间 我都是很厌恶的 其实对我来讲 无论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 不能说他们的很多的主张和价值都是一无所持 一无所持 对吧 但是呢 这两个极端的这种恶劣的表现 在我看起来都是非常恶心的 他们的恶心都是把对方要彻底搞垮 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像马斯克说 首先AI具有能力 第二呢 AI具有政治中立的某一些特征 第三呢 AI又具有寻求真理的某一些特征 或许可以真的帮助我们解决 现在的AR实际上 OpenAR GPT 就已经表现出这些特征了 但是仍然还有进一步前进 那是是是是是是 那么我们在今天啊 因为节目中不可能详细的介绍这一本书的全部内容 我再讲马斯克的一个主要的商业哲学 在点核在请核心上做简单的提炼 那么这个马斯克他自己啊 总结说我的哲学就是算法哲学 这是他反复与他的员工所提及的话 哎 他的这个算法哲学啊 有五个步骤 他认为一切公司如果走向成功 就必须要经历这五个步骤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叫做质疑需求 这个事儿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做 要不要花这么多的资源 第二呢 就是删除部件或者是过程 把这些不需要的 臃肿的浪费的部分全部去掉 第三呢 叫做简化和优化 简化和优化就是 原本一些我们叫做三步的能不能合并成一步 原本的先做A再做B 是不是先做B再做A 反而效率更高 而第四呢叫做加速 最后一个叫做自动化 而马斯克自己形容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就是每一个人不用经过自己的思考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整个设计合理的系统中 这样顺利的运行 像一个复读机一样啊 那马斯克的这个五步商业周期 和明先生你是不是同意了 我同意这个算法 算法在中国里面是得到了极度的劣质表现 也在西方的系统里面得到了极致化的表现 那是通过算法来掌握你的趋向 然后通过这种算法来对你进行这个控制 这个叫劣质化的表现 但是我不知道啊 这个马斯克的算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的算法实际上是 既然可以算法 那么就可以了 利用数据的本身应该是走向更加专业 应该是更加可信 应该是更符合美国人的最终利益的所在 但是马斯克如果他的想法 刚才跟你讲的这个AR的程度 如果AR的想象是一致的话 我认为他的算法和现在这种劣质化的算法 是不一样的哲学 最后从公司的管理来讲 他始终强调的是一种程序化 当程序化越来越高的时候 然后就为这个自动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基础 因为你首先事情不程序化 你其实就过度的依赖 这个个人 人的本身 当事情确定到人的本身的时候 他的这个不确定性就反而增加了 当然如果是这个事情 最终走向程序化的时候 人在这个里面 它真的就是一个程序的一部分 其实换谁 在这个里面都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这就是追求一个国家的一个卓越的基础 一个卓越的基础 但是过去这些 你无论是族家也好 我们的观众也好 比较欣赏的是 某一顿非城序化的东西 好 谢谢可民先生分享思考 当然马斯克在整本书中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还是他回忆自己在 特斯拉早期的时候面临的一系列困境 那我们知道当时特斯拉是 基本上离关门倒闭 就差一步之遥 各种各样的做空公司 几乎是每天都在做空特斯拉的股票 用马斯克的话说 说这些就像吸血的毒虫一样 每天盯在我的脖子上 他说那段时间 我是每一天都为生存而战 时时刻刻是处于 叫肾上腺素分泌的这种模式 整个人感觉就是 每一天都是生死攸关 每一天都是生死攸关 但是马斯克说 说回头而看 只有在那一种压力之下 我才找到了目标 现在当我已经不再处于 生死攸关的模式的时候 每天有动力就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也是给我们电视机前 可能还在创业 或者是不知道过去几年 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导致生意 或者是您的事业 受到一些挫折的朋友们共勉 有的时候可能在压力下 我们能产生更多的动力 或许未来成功的转机就在眼前 而这本书的详细内容 以及购买链接 我们也会在节目下方的内容简介 与您分享 这就是今天思想先据报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一本新书 艾萨克森所专写的马斯克传记 希望对您有帮助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 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d 限时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 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 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 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 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 AI 供大家选择 然后 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d尝试吧